这么严着 爱丽丝一惊 那如果你上次的方法去救你父亲 还能来得及吗 宝曼摇摇头 她的情况究竟如何 我也不能确定 你也知道 我不住在家里 回去的时候 父亲大人又忙得连话都顾不上跟我说 再说原来害我的那家废农餐厅 前段时间已经被查没了 而且 我已经让人暗中调查家中大厨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那要不我让我爸爸帮忙查查 爱丽丝问道 还是不要麻烦三妙大人了 不过我也不希望她误会我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误会我 宝曼满脸的忧郁 宝曼 我相信你 我会努力帮你澄清的 你放心 爱丽丝从未见过宝曼像这样忧虑过 她性格中关爱和冲动执着的信任 这个时候全都跑了出来 她的脸也因为激动而胀得通红 谢谢你 爱丽丝 宝曼温柔的笑 爱丽丝的脸更加红了 印象中 一向温柔体贴的宝曼 从未对她这样亲切的笑过 那个 我们要不要去请教一下苏菲 她好像对黑天忌魁很熟悉的 我们去问问 看看她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伯父的问题 她给宝曼出了个主意 宝曼眼中金光一闪 我们已经欠她太多的人情了 开学到现在很少见到她 而且听说她功课很忙的 我听她的意思 好像并不十分了解黑天忌魁 而且 她早已经把她知道的都告诉我们了 没关系的 爱丽丝一派天真 她人很好的 说不定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呢 停队一下 她又直指自己 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 你不用管了 我会去找她的 可是 你放心 我不会勉强她的 说到这里 爱丽丝突然变得有些犹豫 退缩 你 你要我帮忙问一下 仙朵拉的消息吗 不要去找苏菲 不需要 宝曼很肯定地 向爱丽丝说道 爱丽丝轻轻地 呼出一口气 宝曼的态度 让她心中涌上一股 难以克制的喜悦 此刻的她 倒是更加觉得 自己应该 到苏菲那里跑上一趟 为了宝曼 而如果宝曼知道 她现在想的是什么 一定会非常后悔 自己刚才说的话 今天又是苏菲 向导师递交阶段性笔记的日子 同往常一样 一进门 她就习惯性地用精神力 扫描上一下法师塔 以确定伊格纳斯的位置 可是 她却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 穿过层层塔墙 在伊格纳斯的实验室里 苏菲看到的 居然是陶醉在音乐中的基诺 只见她又唱又跳的 与平日里 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样子 大响敬听 出了什么事啊 苏菲疑惑地站在门口 难道她受了什么刺激 突然 基诺停了下来 又变回原来冷淡的样子 苏菲又是已经 她发现自己了 紧接着 基诺的下一个动作 立刻让苏菲 有种爆笑的冲动 原来她在 摆弄伊格纳斯的宝贝摄影机 大概是对自己 刚才的表现不太满意 她使劲地摇摇头 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对 不对 声音太高了 清了清嗓子 她又重新来了一遍 苏菲这回从头看到尾 忍笑忍得直哆嗦 差点把小黑给哆嗦下来 她被吓咒了吧 小黑刺刺牙 出疯了 小妖也在妖精界里 笑得不行了 苏菲 我是不是眼睛花了呀 这个人是基诺谋 不会是人冒充的吧 我们现在去打扰她 自娱自乐 会不会不太好啊 苏菲暗中跟小妖商量 这时只听基诺说道 可惜光线不够亮 然后又重新开始表演 这次她扮演两个角色 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一根大刺 只听她装得不屑的表情说道 哼 你弄的这个半成品还不错 不过拍摄起来太麻烦 接着她站到对面 做出一副委屈的表情 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 你看基诺 这件作品极具艺术价值 将来等完成了 一定会在艺术界大放异彩的 哼 成天艺术艺术 听了都烦了 她挥挥手 然后深思似的 用来录制些怪模怪样的人物 倒是还蛮有意思的 基诺 你不要忘了 录制下来的人物 也是属于艺术品范轴的 就像是绘画作品一样 她的语气 变成伊格纳寺的南中音 苏菲突然起了 捉弄基诺的念头 哼 谁让基诺平时太过臭屁了呢 她悄悄地走到伊格纳寺实验室的门口 然后猛然推开门 眼睛正好对上对着摄影机 做出表情的基诺 苏菲心下想笑的冲动 表面上却装作不解的样子问道 基诺 你的脸怎么了 基诺大概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苏菲会进来 脸部的表情立刻僵住 隔了一会儿 她忽然咳嗽起来 咳了好大一阵 她才仿佛没事人一样 问着苏菲点点头 喉咙有些不舒服 苏菲也不揭穿她 指指眼前的摄影机倒 这个是 她连忙手忙脚乱地 将仍在拍摄的摄影机关掉 一脸平静地倒 这件作品需要改进的地方极多 我过来研究研究 她额前的蓝色头发遮住眼睛 似乎并不愿意让苏菲 看到她真实的想法 啊 太棒了 苏菲睁大她紫罗蓝色的眼睛 一脸极为崇拜的表情 望着基诺 基诺又被自己的口水呛到 深呼吸之后 她轻哼一声 没好气地说道 哼 当然得实验几次 才能找到改进的方法呀 这样啊 苏菲用手指拼命地掐着自己的大腿 以免自己忍不住爆笑出来 那你慢慢研究 我先下去找伊格纳茨 苏菲没有想过 基诺这样无趣的人 不过看到她刚刚竭力掩饰的样子 原本打算恶作剧一下的她 忽然有些不忍心拆穿她 她迅速跑到伊格纳茨的书房 把自己的读书笔记放在桌上 然后悄悄地离开 快到晚餐的时候 苏菲匆匆忙忙地 从图书馆回到小别墅 她没有想到 今天还有一件事 等着挑战她的神经 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客人 确切地说 是两条客笼 苏菲过来认识一下 他们是我的童族 梅西先生微笑着给苏菲介绍道 这一男一女带给苏菲的震撼相当巨大 只一眼 苏菲就被对面一身淡银色衣裙的美丽女孩 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 并不是说她长得有多美 也不是说她气质又多么高雅出色 更不是说她看上去又多么聪明伶俐 或者说她绝没有小妖美丽 也比不上仙朵拉高雅 而且更不是那种精明聪颖的女孩子 但可以形容她的词似乎只有一个 那就是绝对的纯净 苏菲在异界加上前世 都没有见过如这样一个纯净 如此不食烟火的女人 说她是传说中的仙女也不足为过 她大约十七八岁的年龄 晶莹地闪烁着银色光芒的眼睛 一头少见的银色头发垂直腰脊 虽然苏菲自认为并不是以貌取人的人 但是很自然的 苏菲对这位美女龙产生了好感 你好 苏菲 她的声音甜蜜清澈 好像一阵凉爽的风浮过 我叫嫣妮 她的笑容和声音一样 那么透明 那么单纯 你好 苏菲恍惚一下 随即也绽放出一个迷人的笑容 一阵超气声传来 是那个男龙 原来她斜斜的歪在客厅里的 巨大兽皮沙发上 这时 她忽然站了起来 朝苏菲走了过来 她的眼睛灼灼地盯着苏菲 嘴里喃喃地说道 极品 极品 苏菲立刻防备性地向后悦才 这难道是个流氓龙 她转头望向梅西先生 却见她不动声色 苗都没往自己这里瞄上一眼 仍然摆弄着手中的杯子 她只好客气地行李道 你好 我是苏菲 请问你是哪位 叫我艾托奥 这个家伙一头压青色头发 身材高大 声音红亮 长着宽宽的额头 松柏绿色的大眼 看样貌 应该是比较豪爽的类型 可是此刻 她的脸上坏坏的笑容 令苏菲一时之间 有些不太适应 梅西大人 你帮我找的伴 就是她吗 艾托奥扬声 对着喝茶的梅西先生教导 一边叫着 她一边喜滋滋地望着苏菲 艾托奥 你哪里痒痒 我帮你挠挠吧 梅西先生 弯着眼睛笑眯眯地说道 绝对会让你舒舒服服的 艾托奥听到 梅西先生这样说 马上转过脸 干笑两声 我不要 哪里也不要 梅西大人 你可真会开玩笑 大家过来坐吧 梅西先生 对艾托奥搞笑的样子 不予理会 老师 苏菲走了过来 坐在梅西先生旁边 小声地说道 他就是 他朝艾托奥 抬了抬下巴 怎么也想不到 竟然有如此性格的龙族 苏菲忍不住 想象了一下 阿托罗 与他站在一起的样子 一个浮华的浪子 一个严谨的绅士 身上寒毛 不由自主地 竖了一竖 心下暗暗 为自家哥哥 捏了把汗 如此一个 令人抓狂的流氓龙 会给他的阿托罗 怎样的考验呢 可是从另一方面想 如果阿托罗 成为龙骑士 无论是实力 还是人身安全 都会大大提升 所以 他心里依然 非常非常感谢 梅西先生的帮忙 也许苏菲眼中 传达的惊讶 疑惑 担心 和感激之类的情绪 太过复杂 梅西先生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笑过之后 他毫不避讳地 指着艾托奥说道 他天生如此 你不要介意 艾托奥竟然 配合地歪了歪头 滑稽地抬了抬眉毛 耸了耸肩 仿佛再说 仔细看看吧 我其实很不错的 苏菲连忙 对着梅西摇摇头 表示自己没有关系 前世今生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像艾托奥 这么直接的人 或者说 这样的龙 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 尽管自己的笑容 已经非常迷人 但却被称为极品 他还是有些狐疑 他到底是在夸他 还是在骂他呢 小妖此时出言安慰的 好了 算他还有点眼光 不然我一定帮你出气 竟然对你这样讲话 不过苏菲啊 你刚才的笑容真的很美 他满眼的小猩猩 以后你还是多笑笑吧 绝对不讲 不要对你条匹子龙像 你看他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小妖鄙侍视着 对着艾托奥呲呲呲哑 我那是对艾尼笑呢 苏菲觉得有些委屈 而且人家 可是给老师的面子才来的 说不定将来 还是阿托罗的生死伙伴 何况艾尼看起来 那么单纯可爱 我当然不能对他板着脸呀 埃托奥突然坐在苏菲对面 上半身趴在桌子上 扳手撑着下巴 由上向下地打量着苏菲 最后把目光 停在苏菲的眼睛上 苏菲小姐 让我猜一猜 你肯定有神族 或者魔族的亲人吧 你的眼睛可真漂亮 才刚刚上学吧 有没有想过 试试飞到天上去的感觉 我可以带你 飞去龙汁换大路看看 真的 我的飞行进出很好的 敢不敢抽空 尝试一下 苏菲睁大了眼睛 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他迟疑地将头转向一侧的梅西线上 见他老人家仍然笑容可举 仿佛什么也没听到 一点也没有要插嘴的意思 燕尼 你说是吧 埃托奥又开口道 埃托奥是个大好人 燕尼马上附和地回答 市民问一下 你喜欢吃甜食吗 啊 苏菲一时转不过弯来 甜食 没有想到 燕尼的话 对埃托奥却有很大的作用 直接埃托奥立刻把脸蒙住 天哪燕尼 我求求你了 请不要再说那件事情了 苏菲和梅西先生不解的对望一眼 纷纷将好奇的目光转向燕尼 只见燕尼没有理会埃托奥 面对苏菲和梅西接着说道 埃托奥每次都会给他喜欢的女孩子买糖吃 说这话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脸上的笑容太过明朗 眼神太过干净 苏菲一定会以为 他在说反话嘲笑他 燕尼 苏菲的嘴角忍不住向上弯起 他恶作剧地故意问道 那你吃过埃托奥送你的糖吗 吃过呀 琳琅组的每个女孩子都吃过 燕尼的眼中 样出的竟然是单纯的善意和欣赏 不过 其他族的女孩子我就不知道了 我很少出门的 他朝梅西先生望去笑得非常的开心 我不是说了吗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说了 埃托奥捂着脸 他懊恼极了 刚才真不应该让燕尼帮他讲话的 哦 燕尼纯洁的眼中闪过疑惑 然后他又开心地点点头 这个时候 梅西先生忽然诡异地笑了起来 埃托奥 让你等的人回来了 他的话音未落 门口就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是阿托罗回来了 什么 埃托奥大喊道 你说的那个人是他 阿托罗迅速抓紧手中大剑 以为出了什么意外 当他看到苏菲和梅西先生 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之后 才缓缓地走了过来 梅西大人 你 你 不是说是个美人吗 埃托奥磕磕巴巴地说道 梅西先生假意睁大眼 他直指阿托罗 这样还不算是美人 埃托奥 你的眼睛没问题吧 苏菲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干脆把脸蒙上 趴在桌上 肩膀一耸一耸的 直笑得有些喘不过气来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梅西先生会用这样的方法 把埃托奥给框了来 阿托罗还没走到近前 就被梅西先生和埃托奥的 形容词给惊了一下 大概从未有人 用这样的词语赞美过他 他微微地顿了顿 才询问似的看向苏菲 苏菲连忙跑过来 将阿托罗拉到一边 如此这般地 将梅西先生的真实身份 和两位客人的来历 告诉了他 阿托罗越听越惊讶 的确 这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龙祖 龙骑士 他 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 就是这样了 苏菲摊摊手 阿托罗 对不起 我自作主张 没有问你意见 可是你也知道 我并没有把握老师 会不会帮忙找到 他龙祖的朋友 也就是说 他们三个人都不是人 阿托罗将了半天 居然问出这样的话 话音刚落 他就意识到 脸 煞尸 红了起来 苏菲理解的拍拍他 阿托罗能如此镇定 已经相当不错了 不过 最重要的是 如果想当上龙骑士的话 你得通过龙祖的考验 至于要经受什么样的考验 那就不一定了 他吐吐舌头 说实话 看着埃托奥刚才的表现 他已经预感到阿托罗 想要过关 可能会很麻烦 阿托罗眼中自信一闪而过 既然妹妹已经为他 做到这一步了 那么 他绝不能让他失望 他笑着看向苏菲点点头 你不帮我介绍一下客人吗 他说着 苏菲势然一笑 阿托罗果然值得 他为他做这些 是个敢于面对挑战的人 这些人 我也要估议 他说得了